12月26日,华为在位于深圳的华为全球总部召开了以AI生活详品之为主题的媒体品鉴会。 华为发布AI的生态战略,还首次公开了全球最大的消费领域AI的实验室方舟实验室,展示了在AI的投入和决心对于全球最大的消费领域AI的实验室这一头衔。 现场的媒体都很感兴趣华为的方舟实验室中集成了四大区块,产品认证区用于协调产品的智能联动为合作伙伴提供思路。 联合创新区可以聚集产商进行联合研究和开发,让企业之间交朋友,产品陈列区主要面对拥有线下销售渠道的合作伙伴, 引导他们如何在有效的面积内以最短的时间打造智能家居的体验场景,产生跟用户的吸引、共鸣。 最后的场景开发区就是联动体验区域,通过真实的使用场景、模拟来不断改进产品之间的功能,对于整个IOS的接入点。 目前,华为已经把语音助手扩展到了很多品位之上,有记者就华为是否会把AI智能语音助手开放给开发者,抛出了一问邵阳表示。 华为目前已经有了BOT音平台,大家可以通过OA写技能,开发者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模板,把这种服务写进来,从今天的专访中我们能看出。 华为在IOS领域的美好愿景与努力,面对如今国内蓬勃发展的智能家居行业,华为始终保持了自身的高度,希望通过创立平台的方式,积极地引导和帮助供应商和厂商们进入。 广交朋友方舟实验室的成立,同时,标志着中国智能家居行业一个完整、专业、有实力的平台的建成在IOS领域。 华为无疑将会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选择手机中国等媒体的报道,经过重新编排,下滑到留言区发表你的看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